美国一名女孩在四岁的时候被母亲强行的带离父亲身边 这一走就是十二年 一直到前天才被发现身在墨西哥 她的爸爸终于和女儿团聚时 女儿已经是亭亭玉立十七岁的少女了 照片中的女孩就是失踪十二年的艾伦 当年她只有四岁 警方说女孩的母亲在2002年四月的一个周末 按照法庭下令的抚养权安排和女儿相聚 然后就把女儿带走 女儿的父亲从此就没有见过女儿的踪影 终于在时隔十二年之后 父女俩再度相聚 美国和墨西哥联手侦办这起案件 最终在墨西哥城附近找到失踪的女孩 同时逮捕44岁的母亲 警方说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查 母亲多次的变换身份经常搬家 但是仍旧逃不过警方的追捕 母亲多次的变换身份经常搬家